我说实话,我对生牛肉是相当有一种执念的 但泰国的真的没吃过,第一次 日本、韩国的我特别喜欢吃 感受一下 今天带大家来吃一下泰国东北部的大排档 这家店也是开了好多年了,生意贼好 看看这停车场停的车 就在新中国城啊,中国城2这边附近 小火锅啊,真的是东北菜里面永远的YYDS 每一家东北菜都会有 这个不管是大排档或者什么 今天点了一些新菜啊,等会给小伙伴看看 这个菜是应该今天点的最刺激的 生吃牛肉 吃过韩国的生吃牛肉,日本的生吃牛肉 就是没有吃过泰国的 今天尝试一下 这里的菜还是都挺便宜的吧 基本上10块钱,15块钱一个菜 小火锅还是老样子老规矩 来一套 这家的牛肉也不错 每一家风格其实不太一样 口味呢也会有一些差异 还是这种小火锅 最近啊,连续两期节目啊,都是吃这个净状小火锅 我已经有种感觉 准备吃遍泰国的所有土制小火锅了 南方啊,可能说像广西,广东,佛山啊,这些地方 两广,大排档还挺多 但是像上海,像这种大排档的 吃大排档的地方 已经很少很少 这种感觉啊,今天是佛节啊,所以不能喝酒 不然喝个小啤酒,吃个小火锅,再吃点菜 哎呀,相当的舒服 厨房啊,就直接是在户外 怎么样,有没有以前小时候吃大排档的感觉 这里还有鱼缸,还有虾蟹吧 不过我今天没有吃虾,最近对虾不怎么感兴趣 这螃蟹 今天的主角来了,这就是泰式的生拌牛肉 最关键啊,它不光是生的 它还有这个牛血 这就是牛血,有看到吗 这个就比较刺激啊 有没有小伙伴吃过 我说实话,我对生牛肉啊,是相当有一种执念的 但泰国的真的没吃过,第一次 日本韩国的,我特别喜欢吃 感受一下 嗯,味道不错 这个菜看样子以后也能成为一个必点之菜 来口蒜 今天的雪韩也非常的新鲜啊,非常不错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 几乎以前啊,每天都要吃一盆 哎,就自从上次吃辣肚子以后,就有点害怕 不过最近又开始复吃了 这个炸鸭下巴,也是下酒神菜 非常的好吃啊 小伙伴来泰国可以吃一下这个炸鸭下巴 今天没有这个牛舌啊 这个是烤猪舌 也是不错的 猪舌头 也是值得一试的啊,小伙伴们 我先帮大家吃一下好不好吃啊 没有牛舌好吃 还是吃牛舌吧 老规矩啊 吃完牛肉开始下蔬菜 最后放粉丝 哎呀,这个设计是相当 吃起来是相当的爽的 这个白色的啊,你们看到的 这是鸡蛋啊,鸡蛋的沫子 其实啊,很多小伙伴可以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火锅 把它理解成一个 汤 看,烫完牛肉 这个汤啊,还有鸡蛋 还有蔬菜 是不是喝起来吃起来特别爽 荤酥搭配都有了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 生拌牛肉 真的好吃啊 一大盘已经去了那么多了 都是我一个人吃的 很多小伙伴来泰国可能见过另外一个菜 叫送丹布巴拉 就是凉拌的生烟那种木瓜色拉 但是是放臭蟹死蟹的 和这个菜 在泰国啊,并列齐名的黑暗料理 但是说实话,刚开始吃的时候你觉得可能怪 但是会吃了以后你觉得,哇塞,这东西真好吃 相当的香啊,相当的巴士 简简单单又十几层,全部搞定,干完了 小火锅也吃完了 好了,小伙伴们 喜欢我的节目,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争取带大家吃遍所有的泰国小火锅 小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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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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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